上海宝山区一处公共充电站 100个充电桩属于快充模式 由于不同时间段充电费用不同 低价格时间段经常客满 离封和尖封时段一度的电价 差了2.6到3块台币 算下来尖封时间段的充电得多花70块台币 还有业者为了让充电桩的使用更平均 将尖封时刻的充电价调涨了50% 到87% 让不少大陆新能源车的车主大呼吃不消 那么根据相关的预测 在2030年中国电动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亿辆 那么按照车桩比的比例 1比1来计算 整个车桩的缺口依然是非常巨大的 翻开中国充电联盟的统计 目前大陆私人充电桩239万根 公共充电桩153万根 总计392万根 以目前大陆拥有超过1000万辆的新能源车来看 充电桩的比为2.55比1 依旧偏少 加上涨价 难怪大陆的车主哭喊 不能当初一直叫大家买新能源车 现在买了 换充电的电价涨 成了现成的代载羔羊 TVBS新闻李建伟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